你看张天爱走红毯只顾着和观众打招呼 结果一不小心撞在吴磊身上 吴磊表面淡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 易烊千玺则是成了最忙的人 走了四次红毯 懒得签名的他直接在后面写上成三 还真是有作品就有底气啊 邓超不管在哪都是最显眼的存在 台上模仿众位明星的表情包 把现场众人逗得哈哈大笑 沈腾都不得不甘拜下风 而沈腾不愧是社交达人 看到张义连忙上前热情拥抱 看到葛优又立刻上前握手 和鱼和韦也能击个掌 和白白和开玩笑挨个狠狠的巴掌 就是和小朋友都能聊得开心 就是当晚陈凯歌不知是怎么办 当张义上台领奖 镜头却拍到他全程黑脸盯着台上 怎么拿了两个奖项 还是这副黑脸的表情 同样因为不满就直接黑脸的还有蒋文莉 出席活动的他刚翘起二郎腿 就被旁边的江应荣一把推下 气得蒋文莉直接就是一个白眼 换个腿继续翘 这傲娇的小表情看得江应荣也很是无语 刘烨台上台下简直判若两年 台上是西装笔挺十分沉稳的心境有地 台下却不拘一格的磕瓜子 还有之前和沈腾雷加音三个人的老一摊 这也太没有偶像包袱了一点 陆寒后场区被安排和宋倩宋佐尔坐在一起 尴尬的陆寒伸手捋下刘海 宋倩宋佐尔紧接着也捋一下 这三个人是商量好的吗 这是什么情况 张天爱正忙着跟粉丝打招呼 差点撞到了吴磊的身上 还好反应快来了个急刹车 而吴磊更是忍不住偷笑了起来 再看张艺在上台领奖时 台下的陈凯哥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皱着眉头阴沉着一张脸 难道对张艺获奖十分不服气 成龙在后场区看到某大佬 直接礼貌地站起身跟他拥抱寒暄 谁料这大佬却没完没了 握着成龙的手不放 成龙被拉得不耐烦干脆一把将他的手伸开 刘浩然每次跟周冬宇出席活动时 女神互动充满了粉红泡泡 刘亦菲在跟杨阳参加品牌活动时 无意中贴到杨阳居然挡住了品牌表 于是她就好心帮了杨阳一把 对方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将表哥露了出来 张艺在跟人素希参加金鸡角活动 净化身老中医现场替对方拔起来 不得不说还真的像那么回事 某位十八线演员在出戏活动时 竟被台下激动的粉丝扔起烂菜业 明明台上那么多人 大伙却偏偏只攻击她 也不知她究竟做了什么 柳妍在出戏活动时穿了一件热火小吊带 而主办方尽搞事情的 让岳云鹏跟她来动 这可把柳妍干尬坏了 被岳云鹏搂住肩膀动也不敢动 而舒奇出戏活动时 屁股还没挨着凳子呢 就连忙堆满笑意与富婆续航问难 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极低 明星获奖台下反应多真实 张艺凭借只有一句台词的电影 拿下滑表讲影的地 当她上台发表获奖改变 台下的陈凯哥却是全程黑脸 老戏古李雪剑拿下终身成就奖 台下众人纷纷起立鼓掌注目 张艺谋更是一脸的开心 真可谓是实质门归了 刘浩屯拿下最受大学生欢迎奖 台上她正在发表获奖改变 深情并冒眼含泪花 结果却被台下大学生的表情抢尽 这表情也确实是一言难尽 当张子峰成为最年轻的华表影头 台下的同行全部鼓掌注目 颁奖嘉宾沈藤忍不住出声欢呼 易阳千玺归欲唱简直比自己拿奖还开心 蔡徐坤用一首英文歌曲拿下华语金曲解 台下一众前辈的表情很是精彩 尤其是周杰伦 感觉镜头再不磨开她就要忍住 当宣布任素希拿下影响 身为竞争对手的圆曲 脸上不仅没有丝毫不满 而是由衷的未认素希感的包衣 范冰冰获得金奖最佳女主 只有李晨和导演起身拥抱 其他重心的态度都很是淡围 颜妮更是直接失去表情关 这张大的嘴巴是有多惊讶 赵丽颖拿下金奖最佳女演员奖 当镜头给到台下 宋倩的表情简直不要太真实 原本是在别嘴看到镜头立刻转换微笑 这一秒的变脸速度 不得不令人叫着